第32題,岩斜面方向以60牛頓的固定勢力,使液質量為10公斤的物體,岩斜面等速度向上移動10公尺,到達高度2公尺處,如右圖所示,以下敘述哪些正確,機質在10公尺秒平方。 那我們看到他題目上說,岩斜面等速度上升,表示我們的動能沒有改變,因此外力所做的功,通通會變成他的位能。 我們外力所做的功,那麼做功的方法是力量要乘以位移,我施力了60牛頓,我岩斜面推,岩斜面的位移是10公尺,所以呢我的外力做功呢是600焦耳,所以施力做功是600焦耳,選項乙呢是這個敘述是錯的。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他的位能增加多少,位能的計算方式是mgh,我的質量呢是10公斤,機質帶10,高度增加2公尺,所以呢我的位能呢增加了200焦耳,所以呢選項的這個假的敘述呢是對的。 那麼同時呢在計算所謂的重力做功的時候,公式是一樣的,這個mg就是我們的重力大小,然後h就是我的高度也是一樣是2公尺,但是呢我們的重力是 是向下,位移是向上,所以我們做的是負工,所以我們的重力做的是負工負200焦耳,那我們這裡的敘述的比呢也是對的。 那麼我施力了600焦耳,可是他只獲得了200焦耳的能量,所以表示我損失了400焦耳,這就是所謂的摩擦力損耗掉的。 所以摩擦力做功應該是負400焦耳,所以呢敘述丁呢也是錯的,所以敘述正確的只有甲跟比。 第三十二題問我們說,以下敘述哪些正確?我們答案選的是B,僅甲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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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